长征是五个国现身体量最大 分布最广 龙外遗产 长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长征的体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它分布在15个省 404个县 空间总长度 21196.18公里 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长征 那么我们真的了解它吗 中国有句话叫不登长征非好汉 北京的长征有全世界人都熟悉的巴达岭长征 司马台长征 牟田玉长征 大家心目中的长征 长征的建筑高大雄伟 灰红壮丽 气势磅礴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绝大部分长征 可能都是这样子的 坍塌残损的非常严重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 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质了 其实长征是古建筑和古遗址 两种形态并存 并且以古遗址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 从2002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做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 比如说怀仲建扣长征 利云古北口盘龙山长征 这些大家非常有名的这些长征点段 我们都要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我们如果是以往传统考古的话 我只需要把地台上面那些坍塌的堆积物给它去掉 露出地台原来的建筑形质就OK了 这边我们先看一个保存最好的文字砖 应该是 因为它之前是埋在图里边的 这右车营是明代的时候 昌平军阵的一支部队 它就是车营部队 这边这个地方 其实主要是要展示一个长城坍塌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看这个长城它是塌下去了 下边那个挑石垮塌 还有正在歪闪的挑石 以及垮塌之后 这个外立面墙 它是垮塌的一个状态 长城的故事 它是已经成了一个时间轴线式成体系的了 它的营件是怎么营件的 地址是怎么修的 石头是怎么用的 废弃之后 坍塌 被掩埋 然后我们现在再靠过来的挖出来 所以你看 你这个时间轴线是一个完整的轴线 并不是某几个时间点 而是一个 一条线下来 为了更好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长城 北京进行长城文化代建设 更开启了长城研究性的修缮 考古 设计 勘察 研究 施工等各环节 都共同参与到长城的研究性修缮中 为修缮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的依据 而在修缮中 北京一直在用传统的材料 传统的工艺 来做长城抢险修缮 用最小干预的方式让长城这处古遗址 更好地传承下去 今天长城的精神是什么 它是和平的代表 它是友谊的象征 我们保护长城 不仅要保护长城的这种尸体 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要保护长城的内涵 鸿养长城的文化